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飞狗新款的喇叭包紧器 都有哪些配件 说明书 这是一个充电线 充电线和以前不同了 以前是那个micro 5Pin的 现在改成了Type-C的充电线 这是遥控器 两个遥控器和以前是一样的 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喇叭 喇叭呢和以前不同的地方有几点 一个是那个支架 支架呢以前是装好的 先是分开的 就是要客户自己去装这个支架 它怎么安装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它这样安装 那就是以前的L型支架 因为这个可以上下调动的 这样安装呢就是I型支架 它还可以旋转一下 这样安装 这样安装有什么用处呢 如果这样安装呢 它就可以固定在自行车把上 比如这样 我固定在自行车把上 那个喇叭呢也是超前的 我们这个喇叭还有什么不一样地方呢 就是这个多了一个充电塞子 以前呢我们这个充电口这里没有塞子 现在多了个防水塞 还有这个充电口改成了Type-C的 这个支架的口径呢也是客户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支架改成了半圆形 理论上呢 多粗的管子它都能固定 只取决于这两颗螺丝的长短 目前我们配的这个螺丝呢 基本可以适用于大部分的车型 然后呢 我们又担心了有些管子太粗 我们还加配了两个备用螺丝 就这两个螺丝更长一点 它固定的管子也更粗一点 配的这两个螺丝固定的口径 基本可以在15毫米到55毫米之间的管子都可以固定 这个这个垫子这个垫子呢 我们担心车板的管晶太小 我们还加配了两个垫子 这是一个套件 这套件什么用处呢 就是说假如我们在这里拧螺丝的时候 最后拧得很紧的时候拧不动 那我们要这里一头要把它固定住 另外一头来用个十字螺丝刀来拧 这是个扎带 以前也是一样的 这一个合格阵 还有按钮 按钮和以前也有不同 按钮改得更大一点 更牢固一点 比以前的质量更好一些